好 第二个好点 对于旧路加铺立心火线料面层工艺 这个位置主要指黑加黑 原来的道路出现了一些车折凹陷 出现了一些凹坑 出现了一些凹坑 我们需要对原道路进行处理 那么这些凹坑怎么去填补 当然要把它填起来 是不是 不过厚度比较厚的时候 要分层去铺 那么这个分层的厚度多少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立心火线 参铺厚度是一样的 最大压力厚度10公分 10公分 好 把这个数据记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个好点 加铺立心面层技术要点 这个位置是一个重点 是一个重点 是可以考察案内题的 首先呢 这个道路 原来的路面用的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用久了之后呢 出现了一些病害 我们需要对原路面进行 维修 修完之后呢 把它下放作为新道路的基层去使用 在上面呢 再加铺新的立心火红料 好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做道路的基层使用的时候 会存在一个问题 在前面呢 其实我们也说过 不管是无极结合料 半刚性基层也好 还是水泥混凝土做的刚性基层也好 都会存在一个问题 它会产生干缩 温缩裂缝 如果说这个裂缝处 我们不加处理 不管它 那么将来呢 这个裂缝 上面呢 加铺立心火纳土面层 立心火纳土面层 就会延伸 贯通 形成 贯穿裂缝 那么这个裂缝 我们叫什么呀 叫做由下往上的反射裂缝 反射裂缝 那么对于反射裂缝 我们将来如何去处理呢 如何防止它延伸 或者是延缓它延伸呢 好 首先呢 首先 对于已经做好的水泥混凝土入面 我们有以下三个措施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铺土工合成材料 还记得吧 土工合成材料 那么其次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裂缝上面呢 做一个硬粒削减层 硬粒削减层 对于硬粒削减层 它主要是用弹性比较好的SBS 改性粒心去做 好 将来呢 这个位置拉伸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硬粒消除掉 啊 削减掉 好 或者说可以延缓 怎么延缓呢 把面层做的后一节 延缓它贯穿的时间 好 这是已经做好的基层 那么如果是还没有做好的半刚性基层 如何减少呢 在这三个措施的另外 我们再加一个措施 就是想办法不让半刚性基层开裂 那么半刚性基层开裂呢 主要是干缩温缩裂缝 所以说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主要是存干缩温缩裂缝去着手 比如说半刚性基层 无机结合料基层 我们如何去采取措施呀 好 比如说呢 我们用的是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系统 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呀 首先为了避免产生温缩裂缝 对于水泥 我尽量少用一些 在满足强度的情况下 少用一些 那么其次呢 对于碎石 碎石呢 我们要控制它的含泥量 另外呢 极配要合理 大小颗 大小颗粒 极配要合理 好 这是对于无机结合料 如何防止温缩 以及沉陷裂缝 沉陷裂缝 那么其次呢 还要防止干缩裂缝 就是尽量的减少水的用量 水的用量 并且呢 在生完之后 要及时的去养护 保湿养护 防止出现干缩 温缩 以及沉陷裂缝 这是铺的图红手中材料 有图红布 有图红隔山 简单的看一下 对于这几个措施 反射裂缝的防止措施 大家呢 要能够记住 能够记住 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考察按理题的简单题 注意线 教材上没有 做一个补充 好 接下来呢 对于原来的水泥混凝土路面 出现了很多病态 我们要进行修复 那么对于这些病态 常见的病态有哪些呢 首先 水泥混凝土面层上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凹坑 凹坑 最开始的起皮儿掉沙 那么到最后呢 出现一些凹坑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水泥混凝土面板 它容易出现一些裂缝 或者说在生的时候呢 本身就有缩缝啊 上缝啊 是不是 还有这个湿缝 那么这些缝呢 都会形成雨水下上通道 雨水下去之后呢 如果说啊 如果说这个水呢 进入了这个无集合料基层 那么将来久而久之 它就会导致基层的破坏 那怎么办呢 那么里面的基层的 无集合料材质呢 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 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板底搓空 板底搓空 那么板底搓空之后呢 好 上方呢 再作用一个特别大的基属客载 就会容易导致啊 面板受力不均 往下沉降 产生不均匀沉降 啊 产生不均匀沉降 产生错台 那么到处都是错台 就会导致出现网状裂缝 好 所以说啊 所以说对于水泥混凝土面层 它的一些变害的处理 主要是针对凹坑 局部板底搓空 局部板底搓空 以及整体的网状裂缝 还有就是错台 那么其次呢 就是在收的时候 我们设了很多缝 在这些缝的边缘比较薄弱 需要进行处理 那么具体怎么处理呢 对于凹坑的处理 很简单 啊 很简单 你看这个字 看这个字 如果说上面这个坑不大 那么向来我直接去补 就类似于薄增贴补 整体性不好 怎么办呢 把它搓得深一些 啊 搓得凹一些 是不是 只不过呢 在搓的时候呢 有的地方的要求 怎么搓啊 这个 好 重新画啊 这是一个混凝土面板 这个位置出现一些凹坑 在搓的时候呢 我们切量去搓 尽量的搓成倒梯形 倒梯形 好 向着呢 再去灌 啊 再去灌 啊 搓够5公分啊 搓5公分 搓够之后呢 再搓刷界面处理地 把它填实就可以了 好 5公分呢 是我们这个书面上写的啊 现场的一般要求5公分 10公分啊 都可以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板底搓空 如果说板底只出现了一个空洞 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一个空洞 面板呢 此时还没有往下沉降 产生拓台 那么此时怎么处理呢 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我钻一个孔 钻完孔之后呢 通过这个孔往里边去注浆 只要把这个孔给填上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种方法叫做非开挖式的注浆方法 好 钻孔 注浆啊 钻孔注浆 养护呢 达到一定强度之后 我去封孔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孔 我发现了不及时 面板出现集中贺载过大 出现了错台 怎么办 如果说出现了错台 此时 类似于生命已经组中熟饭了 那你怎么处理啊 你不可能再通过注浆 把这个面板再压回去 是不是 那怎么办 那么我就把这个错台这块把它挖掉 啊 挖掉 采用的是开挖式的 好 开挖式 局部出现了错台 就局部开挖 把面板挖掉 那么其次大家考虑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了错台啊 那么肯定是基底出现了问题 我们要把基底进行回填 夯实 然后呢 再把上方的面板重新换住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好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到处都是错台 是整体性的网状裂缝 怎么处理 那就是整体挖厨 然后呢 换钱基底 再来浇筑新的混凝土就行了 好 所以说不管是局部错台也好 整体网状裂缝也好 都是啊 挖厨 换 换钱基底 再来浇筑新的混凝土面板 处理方法 大致是一样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 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缝 缝呢 边缘出现了一些 缺能吊脚出现了 缺能吊脚怎么处理 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怎么处理 先把啊 先把这个位置呢 凿掉 凿掉 或者是把破碎的边缘切除 好 然后呢 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可以用高压风 高压水 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呢 再怎么办 好 有些人说了 我再去灌住这个缝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灌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缝呢 湿润 好 可以呢 涂刷线性处理剂 湿润之后呢 再来灌 但是呢 在灌的时候 大家要考虑一下啊 你看 这个位置呢 原来是一个缝 我就算去切了啊 切出来的两到三公分的缝 那么将来在灌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 我正常灌住的混凝土卡 这一个石子卡在这了 你卡在这之后呢 就灌不实 怎么办呢 我一般用的是细石混凝土灌住 细石混凝土去灌住 好 但是呢 我们在灌完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 看这啊 这是灌好的缝 那么灌好之后呢 中间是新混凝土 两侧是旧混凝土 在新旧混凝土交易处会存在什么 会存在施工缝 石混凤呢 就是雨水下渗的通道 为了防止雨水下渗怎么办呢 哎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位置呢 也要去填缝 只不过在这个位置 他换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呀 叫沥青蜜蜂糕 啊 叫沥青蜜蜂糕 对于沥青蜜蜂糕呢 是一种有机材料 而下方灌着的细致混凝土呢 属于无机材料 为了增加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的结合 我们做什么连接层 比如说呢 原来是水泥混凝土基层 上方的铺 沥青混凝土面层 做什么连接层 做粘层 是不是 好 只不过呢 在这个位置又换了一个名字 叫做接缝沾合计 啊 接缝沾合计 现在呢 到这儿 这个缝呢 也就处理完了 明白了吧 好 那么大家来看这儿啊 你看这个缝的处理 这个流程 我们简单的可以概括为三步 第一步 类似于施工缝的处理 凿毛 清理 湿润 再去 作浆 灌入混凝土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二步 考虑什么呀 考虑漏水的情况 要用沥青蜜蜂糕去 灌缝 那么其次呢 要考虑什么呀 沥青蜜蜂糕 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的粘节 我们要做接缝沾合计 没问题吧 好 这是对于接缝的处理啊 好 这是这三个步骤 大家呢 要理解 要理解 好 对于这个程序 大家要清楚啊 大家要清楚 考试的时候可以考察案例题 第三个基地处理的要求 基地处理的要求呢 在前面说了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开挖式 一种是非开挖式 什么时候用开挖式呢 生理煮熟了手饭 局部出现了错台 那么局部出现错台 就局部凿换胶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缺陷发现的比较 发现的比较及时 那么是板底脱空 此时呢 只是探测脱空的部位 然后呢 钻孔铸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刚才所讲的内容呢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对于微表处的作用 大家呢 准备一个作选题 叫做风水 防滑 耐磨 改善外观 以及潜补车折 另外呢 这是对于施工的要求 准备一个选择题 首先呢 我们要把机面进行湿润 用乳化沥青 乳化沥青 湿润 另外呢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要保证不能中断交通 半幅通行 半幅施工 半幅施工 那么其次呢 对于摊坡的速度 相对于正常的沥青 火星土面层的摊坡 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另外呢 这是对于当中的最大的 这个超大的颗粒 我们要进行 橡胶爬清除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个 生完之后 需不需要碾压成型啊 注意一下 不需要碾压啊 它靠自然压实 不需要碾压成型 但是 要不要养护 要进行养护啊 常温状态下 我们一般养护的是啊 半个小时左右啊 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个 微表处啊 微表处 养护完之后 养护期间 不能开放腰通 养护完之后 才能开放腰通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实验段 一般来说就是啊 两两百米啊 两百米 好 对于旧路 加坡沥青混合料 面层生工艺 指的是黑加黑 好 出现了凹坑 如果凹坑比较深 我们要分层填柱 每层的厚度是啊 十公分啊 十公分 好 接下来呢 再看白加黑的改造 对于白加黑的改造 首先呢 在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的 那么对于反射裂缝的防治 反射裂缝的防治 对于如果是无极材料系层还没有做 我们 要存原材料去折手 比如说呢 水泥少用一些啊 水泥少用一些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还有什么 碎石 碎石当中的含泥量 以及它的极配 要进行控制 另外就是它的水的用量 要进行控制 防止温缩 沉陷裂缝 以及干缩裂缝 干缩裂缝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 这是已经做好的半刚性 已经做好的半刚性基层 或者是刚性基层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出铺铺材料 SBS 硬力消陷层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可以增加面层的厚度 延缓裂缝的延伸 好 这是对于反射滤缝防止的措施 那么接着对于板缝的处理 板缝的处理呢 给大家说了 分三步去走 第一步 施工缝的处理 第二步 考虑施工缝防水 要做沥清密封膏 第三个 要考虑两者的结合 要做接缝沾合剂 这是对于接缝的处理 那么另外呢 这是对于基底的处理 基底的处理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 发现病害 发现的比较早 只是板底脱空 对于板底脱空 可以采用非开瓦式 也就是铸浆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 已经出现了局部的错台 局部的断裂破碎 那就是局部 凿 换 浇 啊 凿 除破碎的面板 换填基底 夯实 重新浇注 混凝土面板 这是对于这一块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条 路面改造施工技术 其实呢 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哎 接着呢 我们来看 考一点就可以了 水泥混凝土路面改造 加坡立青混凝土面层 对于道路病害的检测手段 主要是三个 低雷达 完成 取芯检测 好 考着的时候 可以考一个多线题 另外呢 也可以考察案例题 考察案例题 对于病害的处理 对于表面的出现了一些凹坑 怎么处理 人工剔除 五公分以上 涂刷界面处理剂 然后呢 用混凝土去灌注就可以了 要用补偿收缩的 有限空间 我们用的混凝土 一般都是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那么对于大面积出现的 网状裂锋 怎么处理呢 和局部出现的错台 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局部破碎 处理方法一样的 只不过呢 凿的面积就大了 凿换胶 凿换胶 好 具体的我就不再多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曾经考过的案例题 对于旧水泥混凝土路面 加铺立青混凝土面层适用前 项目呢 进行了外观调查 并且呢 通过G雷达 对道路面板的状况 扫描探测 将水泥混凝土面板的状况 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A 基本完好 B 面板上呢 出现了接合 裂缝 C 局部面板 局部板底脱空 好 盗版局部断裂 在加铺立青混凝土面层前 对于C处状态的 这盗版 应该采取哪些处理措施 C处呢 是局部板底脱空 以及局部断裂 那么也就是板底脱空 和局部断裂 如何处理 首先板底脱空 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 什么呀 非开挖式 是吧 好 非开挖式 那么具体的就是 探测 探测好 出现脱空的部位 然后呢 钻孔 铸浆 钻孔铸浆 铸完浆之后呢 养护啊 养护 最后呢 进行封孔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局部板底 局部断裂 怎么处理啊 那就开挖式 局部断裂 那就是局部 凿除面板 换钱基底 夯实 再来胶住新的混凝土面板 凿换胶 凿换胶 好 这次我就不再多说 另外呢 就是在这儿 如果说他问你 除了可以采用 低着雷达监测之外 还可以采用哪些方法 弯程 或者是取芯检测 取芯检测